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员会办理第五年的微笑贷款 屏东县政府原民处表示 从2月1号开始办理生贷到2月7号 短短的7天就有41笔申请微笑贷款的案件 申请微笑贷款分为消费用途最高可贷款20万元 生产用途可贷款30万元 贷款利率2% 相较一般银行的信用贷款利率4.5%到12% 低了许多 民众纷纷到屏东县政府原民处询问 家里有在种农作物的需要一些补助 对对对咨询一下 从2008年开始行政院原民会开始办理微笑贷款 强调不用当保品不用保人 只要信用良好就可以申请而且手续简便 原民处表示由于去年申办贷款时间较短 消费用途贷款日期就只有10天 申贷者只有32笔 相较99年的100多笔 少了7成左右 今年微笑贷款消费用途贷款 延长了一个月的申贷期限 贷款总额也从1.5亿元 增至3亿元 虽然贷款利率低 但是原民处还是提醒贷款者要按时还款 微笑贷真的是可以很微笑去贷它 不过贷的不是不用还的 我们这个钱贷的是要分期分月去贪还的 虽然它的利率很低 可是我们自己心目中要有设想那种 贪还能力的这样子的一件事情 行政院原民会表示微笑贷款预估协助了至少1000户原住民族家庭经济的周转 同时协助至少350位原住民族人自主的创业 并创造了700个以上的就业机会 消费用途申请截止日到2月29日 生产用途的申请截止日到12月31日 有贷款需求的族人可检据相关的文件 亲自前往户籍或事业地所属的经营办金融机构办理 记者RI哥哥 屏东市采访报道